本期话题 红枣枸杞泡水喝有什么功效 黄世敬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中医老年病科主任医师 枸杞实际上它也是一气养血 但是它是脂不干肾作用比较 红枣它是健脾养心 作用比较强 那么补气血作用比较好 相对来两个药 也是两个食材 都是也可以做药用 也可以做食材 是要是两用的 一个是补干肾作用比较强 一个是健脾养心 实际上配合在一起 那么就补脏调气血 那么功能都是比较全面的 所以通常在一起用 但是要注意一下 它既能够补气血 比如说有心慌 失眠 或者治理减退 免疫功能衰退 或者干肾功能不足 这都是可以应用它泡水后 那么都能够达到补气血 补干肾 挑心皮 那么就是气血双部 肝肾痛调 心皮痛调 这个是它的主要一些功能 那么就能够达到补气血 就能够达到补气血